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来继续帮你解释这个副子类别的一个联合创建对象的一种做法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这一个创建子类的对象 因为副类经常是抽象类别,所以抽象类别是不能来产生对象的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其实就是副子类别的这一个construct的构造式 就是副类,副类有副类的构造式,副类的构造式,子类也有它的构造式 只有两个构造式呢,来合作 合作,来创建这个子类的对象,是这个意思 就是副类的构造式跟子类的构造式一起合作,来创建子类的对象 OK,现在讲的是这个 所以我们将这个副子类的构造式联合起来,创建子类的对象 OK 所以我们稍微再回忆一下我们的上一节的这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就是person他定义的两个属性 定义的三个函数 然后这个子类呢,他就拥有权利可以来使用这个person 这个副类的这个两项定义,以及三个函数 就是因为他是他的子类 所以他有权利来调用这里头的函数 也有权利来存起这里头的 这一个两项数据结构里头的 这一个内容 那 那从这个类别的角度来看 因为这个两个都被他继承下来 这个三个函数都被他继承下来 所以他当然有权利可以调用这些函数 也有权利可以来存起这个两项数据的这个里头的内容 OK,就是当产生对象的时候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现在的重点是 这里有一个构造式 这里也有一个构造式 那他们两个之间到底怎么样来合作 如果来创建这个 这个 创建这个对象的 其实他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因为 现在是我们要创建的是 子类的 的 对象 那子类的对象呢 因为他从附类继承了这两项 这两项 对不对 那 这两项呢 是属于这个附类的 那子类的 这一个 啊 构造式呢 他 不会来帮忙 创建这个 因为 啊 这一个 自己的构造式 创造自己类的对象 啊 自己的构造式 创造自己类的对象 所以就外观来讲 这个person 自己不能成为一个对象 但是 他要来帮忙 teacher 建立一个 小的对象 所以 这个上半段 这个部分 是由 这一个 激烈的 构造式来帮忙建立的 虽然这个整个都是类类的对象 但是 这个是 有激烈的 构造式来创建的 所以 激烈的构造式 执行的时候 他会来创建这个对象 而且呢 会set他的出棋子 有没有 这里会把他 出棋子 会把他设定进来 比如说 这一个 他会 啊 这边会写的 叫Steven Steven 然后呢 35岁 对不对 35岁 好啦 那这一个 为什么子类 啊 激烈他会来 啊 这一个 会知道这个动作呢 在这里 啊 他在子类 他调用的激烈 请求激烈呢 协助建构这一个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把 也把参数传给他 那 那他建构完这个之后呢 这边 他就自己在建构一个 Ceary 然后也把纸放进去了 就叫 3 3500 OK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整个 都 才叫做完整的 子类的 这一个 对象 子类的对象 所以子类的对象呢 有一部分 是鸡类 来协助他建立的 OK 好 那我们就回到 这里咯 所以你看 我们刚刚看到的 子类的 这个构造式 是 第一个 调用 就是请求呢 激烈的构造式 帮帮忙吧 因此呢 激烈的构造式 就是调用的 副类的构造式呢 来协助 这个建立子类的 这个 对象 因此呢 副类 就建立一个 副类的 对象 有没有 副类的对象 好 然后呢 他就执行构造式里头的代码 把出击子设好 把设好 好 这个时候 副类的构造式工作完成了 轮到子类的构造式来 继续扩充对象咯 所以呢 他就继续扩充一个sharing 好 这是 由teacher所自己建立的 那这个整个 就是 teacher的子类的对象咯 然后 就把子设进去 就是说 执行teacher 那构造式里头的指令 来设定出职 所以就把这个 35000写进去 好 那因此就建完了 所以呢 这是 基类 子类 两个构造式 联合创建 子类的对象 因此呢 teacher对象 建立完毕了 好 那这个是基本的概念 就这样子 子类的 构造式 那么 他调用 用super 然后把这个参数传过去 那就把它传过来给 複类的 引数了 他把这个直接就传过去了 就传上去了 OK 那这样可以提供给附类 做初期的设定 因此呢 这个teacher将 name跟a 传给person 那person的构造式呢 就设定了name跟age的出职 除了调用person的构造式之外 还执行自己的代码 所以自己设定了 这seri的出职值 OK 好 那这样已经知道了 所以更了解 这一个 什么叫做继承咯 什么叫继承 对不对 好 那在 接下来帮你说明2.10 这android的子类对象 创建的例子 那我们现在 把我们刚刚的idea 把它用来 创建一个android的button 叫做okbutton 这我们已经看过了 这个例子啦 我们现在只是在把它复习复习 所以首先 我们就来看 这okbutton 他是一个子类咯 那这子类呢 是继承button 有没有 继承button 所以呢 这是ok okbutton的构造式 他有一个参数 有一个参数 所以呢 目前这两 okbutton 总共有两个构造式 一个就是默认的 是ok ok button 的这个 函数 里头的参数是空的 里头呢 也没有这个代码 也没有代码 所以那就叫做默认的构造式 所以他总共有两个 那一个是我们定义的 有一个参数 好 那么他调用进来 他这个 子类 的构造式 要来创建对象啊 这个时候呢 他就请求呢 副类来帮忙 就请求副类 因此就调用到副类的构造式 是调用到这个button的构造式 好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就等于创建了一个 啊 一个button 的 啊 的这个对象 这个button的对象 好 创建完对象之后 那这个okbutton呢 啊 自己 加了两项 啊 加了两项 一个是wait 啊 with 一个head 加了两项的 这一个啊 数据 所以这整个 才叫做 这okbutton的对象 okbutton的对象 前面这一段 啊 button这一段 是由 啊 这个 google所写的 啊 button的构造式来建立的 他自己在建立的两项 啊 建立的两项 然后接下来呢 他就 啊 去调用 啊 这个G类 的set text 把这个 由 户类 所建立的这个 把出击值把它设定好 啊 就是把他的 这个text把它设定好 而且把他的背景 的图像也把它设定好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是由 由 这个 户类来建立的 这个对象 然后呢 子类 子类 来把 来帮他设定这里头的资料 这里头的内容 啊 然后呢 也设定自己的 属性 自己定下来的 这个 内容等等的 啊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一个OK button的子类 的对象 他是由附列 的架构 的构造式来帮忙建构的 建构完毕之后呢 啊 由这个子类 来给他设定 OK 设定 这一个 啊 底图 啊 设定底图 OK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OK button 底下还有底图 OK 啊 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啊 那这种动作可以让你了解 啊 他是由 子类的构造式 跟基类的构造式 来做这一个 啊 来做联合的 那也是由子类 来设定 啊 这一个基类的 对象 的某些东西 啊 那因为他继承的关系 所以子类 可以来存取 基类的 啊 这个对象 因为基类这个对象 就属于这个子类 对象的里头的一部分 啊 他并不能单独的 给用户使用 但是他是 这一个子类 对象不可否缺的 必备的部分 所以说明一下 OK Button 他里头的Super CTX就调用的附类 的构造式 来协助 这个子类来建构 啊 所以就变成了 啊 这样的一个结构 啊 所以OK Button 里头含有一个小 小的 对象叫做Button 那里头呢 有几项 这一个 啊 数据 那是由 啊 这个Button的 建构者来设定的 那也可以 由我们 啊 这个 子类 来做设定的 啊 所以呢 这里有OK Button 啊 首先呢 啊就是 就是 刚刚是调用的 这一个 基类的构造式 来产生这样子 OK啦 接下来呢 就是要设定 他的text 跟 啊 跟这个底图 所以有指类 就OK Button 来把它 来设定 啊 这两项 所以设定好了 这里 OK 然后还有这个 啊 的底图 的底图 还有设定了 这两个值 因此呢 这整个 都叫做 子类的 对象 所以 副子类呢 联合建构的子类的对象 啊 子类的对象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整个就是子类的对象 OK 啊 对象 所以这里写一个对象 OK Button 啊 这都是子类的对象 以子类推 如果很多层级的集成体系 所有上层的构造式 都会来协助下层 来建立他的对象 OK 好 那这就是 从Android的例子当中 啊 让你能够理解的 好 那我们在 这个 对象 认识对象这一段 关于加瓦部分的 就介绍 就介绍到这里 那我们接下去呢 啊 会来 介绍 这有C跟C++ 里头的 类别跟对象 啊 让你可以 跟加瓦可以 啊 对应一下 那这一节呢 最主要的 是要给这个 嵌入式的 啊 人员来看的 那么 让他可以 啊 把这个 从C跟C++的认知 可以快速的 能够 对加瓦的应用 啊 的学法呢 有更新的理解 更快速的 上手 OK 好 那我们就先 介绍到这里咯 先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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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